大家好,我是老郎 东西都收拾好了 准备出发 没想到车里边又是摆了乱乱乱的一大堆 东西这太多了 为什么看着别人自家游的东西很少 我的自家游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多呢 先不管了 再说吧 把这个 大爷 干嘛去 出去玩去 拿个 拿个冰棍 拿个冰棍吃 准备出发 你也买了,什么都买了 这块哪里放哪里呢 好像又忘东西了 这次出来 带了一些 菜 虾皮必不可少的备了 然后带了一袋木耳 粉条没带 你说要不要带点我们家的粉条 我们这边粉条都好吃 我们这边粉条都好吃 这时候看看带点吧 然后带来点海蜇 带来两袋米 我们家边这边的米 因为东北的米好吃 因为东北的米好吃 买两桶豆油 没人拿着 先出发吧 哥哥的球 哥哥的球没找到 拿个这个球吧 还有个胶皮球 弹力球 不知道哪去了 哥哥喜欢玩的 对 这把哥哥带着 哥哥眼巴眼巴瞅着我呢 没人 没人 吃吃吧 车里塞得满满当当 啊 哥哥就等着上车呢 看吧 哥哥很懂事 他知道 又爬着脚底 他根本就不上座 随着慢慢越来越大 他会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懂事儿的 别问线啊 线不如女文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黑盘啊 这就是大水管的车牌吗 哈佛自动 头一会儿看见 大水管的车牌 可能是我咕噜寡闻吧 看见我看下司机开车司机 好像是个 不像欧洲人 有点像咱们这个 周边国家的 也不是东南亚的 印度 也不像印度 也不像印度 有点儿类似 像这个 巴基斯坦那边的人 有点儿那个感觉 有这个我有点儿不大清楚 朋友们这个大水管的车是 可以随意的出入了那个 我国内的水盘里面 能水盘出入吗 下起了飘泊大雨啊 刚刚到进了县 现在是县 高速上下雨下很大 车速跑不起来了 咱们要跑吧 大雨下的好大 飘泊大雨 现在是晚上的8点05 到了西级停车区 为了遛遛格格 这个货遛了一道 到哪个服务区 都停去了 让他上传说 他也没也没尿尿 也没那个拉香香 有点啪啪的 把这狗粮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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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够点水喝吧 你看咱家格格 现在是到永庆县了 我今天是 大概中午出的门 没到中午就出来了 拉他走 到现在 我上服务区上好几遍了 这个货 这泡尿还点憋着 就不就不尿 我还不敢来 我现在 我都已经七不各个小时了 我怕他尿我吃鸽上 哎 就在外边这流的 也不尿 这么多人啊 这是录个视频 哥哥 坐 坐 坐 最后现在这泡尿 他也没念出来 别叫 太晚了 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快十一点了 然后在路边 找了个面馆 吃碗面 炒面十块钱 比我自己做都便宜 有点在外边先待会儿吧 带他进屋了 我先搁点醋 不用搁醋了 没有肉 比在服务区吃的好多了 那会儿在高处上 服务区吃一个手抓饼 12块钱 收饱 到了一个停车场 这个地方 很荒废了 你们看见现在能长草子 地方都是停车场 根本就没有停过车 然后 车里边 没停 免得有人说我压绿地 但是里边真的是停车场 能看见吗 里边一个格子 门是停 那边是卫生间 看一下 那边是个卫生间 锁着门的 估计白天也不会开 这些小屋 好像原来是 隔了嗓子的 那边有狗的叫 不过这还相当安静 就在这住了 窗铺上 一大早就有几个阿姨在那边晨练 还好不是声音很大 都很晚才行呢 总体来说 今天这一觉睡得挺舒服的 关于这个 脚底下 这个位置 很多人说睡觉不舒服 也无非就是被子往里进的时候费劲 睡觉的时候没有不舒服 睡觉的时候高度还是够的 就是往里放被子的时候有点费劲 我估计后期放睡袋的时候也会多少费点劲 但是 牺牲点舒适度 加大了空间 也可以吧 起床让你看看外边的环境 今天还要往前走的 这里是河北省仁秋市的 茂州 茂州镇 一个公园 那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池塘 人工湖吧应该是 它是在白杨店 白杨店边上 这些都是停车场 可惜 潮长这么高 你敢信吗 咱们家哥哥 这条件真正憋了一天 到现在还没尿呢 我都没看见他尿尿 幸亏昨天晚上没有等你 昨天要不是等他的话 我还能多跑出一百公里来 最后给你们送饭吃啊 旁边就是一厕所 结果想上厕所 锁着呢 还有点坏肚子 问了村民厕所附近也没有 赶紧收拾东西 赶紧走 找个家务站或者什么地方 这都是人在附近解决也不好解决